充满创意的学生或民众没有太多资金 又想创业时怎么办 创意市集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台中市政府与经济部合作 在台中金明商圈旁的大龙路上成立创意市集 从去年六月份开市以来 已经吸引不少摊商来摆设他们的创作商品 带您来看看 台中大龙创意市集 以年轻人甚至退休人员为招募对象 透过网路行销和自行成立公司 部分摊商已经开始或准备创业做生意了 我们这一年都来创造了至少100家以上的摊商 以及创造一些商机以外 最主要我们达到一些就业的人口 就业人口目前出估大概有2000人 他没有钱租不起房租 他可以在我们这边能够有一个摊位 就可以表现他的商品这样子 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共同发挥创意 做出有趣的商品 希望舒缓现代人的工作或生活压力 然后我们创作包含了明信片 卡片还有时钟的部分 然后透过我们的作品的时候 我们希望人们能够在平常压力很大的时候 然后探过这些照片 这些图片啊 这些明信片啊 让他们可以得到放松的感觉 这样子 我们还是学生 我的创作就是希望可以让 就是民众先感受 就是用心感受 过生活这件事情这样 就是出来先试探市场看看 然后就是之后可能会做 就是图文创作的书籍这样 创意市集不仅为创业者开启新舞台 也成功制造话题 成为民众周末假日的好聚处 新唐人给他电视 秋天喜 张世民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